第十個重點我們要談論一下參數式 那這一塊參數式 其實應該是放在一個軌跡裡面 不過我們拿過來先做講解 首先我們來看這個圖形的做圖 它給同心圓一個小圓一個大圓 然後這個小圓 OR半徑我們假設是B OR這段長度是B 然後呢這個大圓C2這個大圓OT 這個大圓 大圓的這個半徑我們假設是A 好那所以就這個而言A是大於B的 好A是大於B 然後呢我們來看圖圖 第一步我們把什麼呢 以O為射線然後畫出去這條射線 然後這個射線交於C2於T點坐標 它這個射線射出去以後 好T點坐標我們確定了 好接下來我們把這個T點做什麼呢 切線 好這個要切線 切下來以後 我們會按S軸交於這個Q點坐標 好所以目前這是第一步 先做射線 然後以T為切線 交於X軸的Q點坐標 好再來第二步 第二步圓C 圓C1這個部分 圓C1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就是這個T1X軸交於這個R點 那這個R點直接做垂線 會和剛剛這個射線交於什麼呢 交於S點 好交於S點 好再來第三步 第三步我們知道Q點又知道S點 然後一個做平 一個做水平線過去 一個做垂直線過去 我們就可以得到P點坐標 好那這個P點坐標的所有的軌跡 就是我們要的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的雙曲線 好我們來做一下說明 首先第一步 OT分之OQ 好 OT分之OQ 好這一個 如果以這邊為CTA角的話 這個我們定義是Second CTA 再來是OR分之OS OR是這一段 OR分之OS 所以我們看這個資料三小型 好 它這個也是定義為Second CTA 好 Second CTA其實就是Cos Theta分之1 Cos Theta的導數 那我們把這個乘過來 把OT的分母乘過來 好 那其中OT我們剛剛原本是定義是A 所以這個OQ的長度 OQ的這個總長 所以Q點坐標 Q點坐標的話 其實就是ASecond CTA 然後0 然後接下來這個OR乘過去 OR乘過去以後 我們又可以把OR代換成B 好 所以OS 這個S點坐標的話 OS S點坐標的話 其實就是把 BSecond CTA 當作是它的什麼呢 Y坐標 好 Y坐標 好這個是 S點的Y坐標 Y坐標是BSecond CTA 好 那因為這個P點動點 是由S取Y坐標過去 由Q點取X坐標 好 那PQ 好 PQ我們看一下 好 PQ這一段 是不是又會等於什麼呢 RS這一段 好 RS這一段 好 又相當於把這個B做一個什麼呢 TANGENT CTA上去 B B就是OR這一段 OR做一個TANGENT CTA上去 好這是第二步 好 因此我們把這個做參數 立刻就可以知道什麼呢 P點坐標 P點坐標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個OS 是指這個斜邊長 斜邊長 斜邊長是BSecond CTA 好 那這個S的Y坐標 這個S的這個高度 是用B TANGENT CTA上去的 那我們合併剛剛前面這兩個說明 一個做水平線過去 一個做垂直線過去 一個取X坐標 一個取Y坐標 所以我們的參數式就可以寫出來 好 這個雙曲線參數式的X坐標等於A Second CTA 然後Y坐標是B TANGENT CTA 其中CTA是灌軸和什麼呢 灌軸和當初我們假設這兩個同氣因圓的射線的這個CTA值 這個CTA值 好 那我們再回顧一下 這個參數到底有什麼用 這個參數 可以幫助我們去解一些微觀的點的問題 像剛剛這個 平行四邊形的面接 我們想辦法去解出Q點和R點坐標 好 也是必須要用參數 因為我們把這個P色參 好 那可以去假設出我們的平行 平行線出來 好 這個是參數式一個應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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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